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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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收看ET财字talk 今年如果说到环球股票市场 始终感觉上都是二成熟市场 就是跑出,但如果我们说 区内又或者大中华市场 感觉上都是非常落后 究竟未来应不应该有些直播机会 又或者我们应该用什么工具去追踪呢? 这个机会呢? 今天请来杜茜茜茜 杨茜,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首先,我们也要提出这个问题 有些股票市场就是 越升越买,但戴着头盔 这样买,就是怕着买 但有些例如区内,亚洲区 都有些资金追捧 但感觉上都相对落后 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形势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今年美国股市都相对强劲 资金流也是比较多 其实欧洲也会看到 因为新冠疫情都受控之后 其实股票市场也会看到 有些资金流是趋向他们那方面 但是回到亚洲地区 其实亚洲地区来说 大家可能都会看到 尤其是以中国为例 你会看到他们的疫情的受控 可能被疫情影响的经济 可能相对地是比较少的 再看一个深入的层面 其实在一些成熟市场 他们的负债表 或者是他们的财赤 可能都比亚洲市场高 所以可能投资者 在这些时候可以部署 一些回到亚洲 甚至乎是一些大中华市场的股票 其实我之前都听过很多 基金经理都有这样的建议 不过我们有图有真相 可以看看 无论在债市 或者规模比较大 以及在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在大中华 或者区内市场里面 的表现是怎样的 你看到图中所见 其实以当地货币去计算 是绿色的巴 黄色的就是以美元计价的回报 我看到分期也有点大 其实是这样的 看回这幅图 2021年的第二季 回报率 在炸炸市场的指数来看 是1.8%左右 你会看到 其实印尼 是表现最好的债券市场 相对地 南韩 泰国 排名就是比较厚的 而为什么呢 可能先讲一讲 印尼 其实在印尼来说 它的新冠肺炎的感染率 虽然是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 其实因为它的流动性 其实没有显著下降 继续 他们的央行 也都保持利率不变 也都表示 保持货币宽松政策 支持经济复苏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债市都受到一些相当的支持 那么回报率 在第二季来说 表现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看回 比如说 以南韩为例来说 南韩虽然它的排名 都比较厚的 但是它的出口半导体 其实都很强劲 是的 亦都比预期的前景是挺好的 所以支持了他们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亦都给了一些压力债市 债市的形势是这样 不过又找到 譬如在股票市场上 亦都有一些共通点 如果你说 譬如半导体 以晶片龙头为首的市场 就是台湾 看到它的股票市场 在第二季真的挺不错 如果这个 譬如MSCI 就是整个Asia Pacific的指数 去看 其实第二季都有超过2% 就是美预期的回报 是的 其实你看这幅图 我会看到 是一个亚股的指数 来看第二季 今年是2.3%的回报率 而成熟市场来说 刚才也有谈过 就是西方国家的财政状况 基本上可能现在是有些转变的 促使投资者 都会转向一些稳定的亚洲市场 另外 因为他们负债比较高 而我们在亚洲来说 比较稳健的政策 和一些财政的支出 也都会使到亚洲的经济 可能暂时来看一些 有利的地位的姿势 而在亚洲来说 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经济復甦 数据有多好 疫苗接种率又开始慢慢攀升 但是我们都要记得 就是说通胀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可能我们主要要考虑的因素 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来说 经济其实都受到 疫情的冲击来说 是比较小 但是也受到一些科技 食品 教育 监管相关问题 是的 都有些影响 但我们要积极一点 这样想 因为我们 有时候 还有另一样东西 中国重新了 2060年 那个钱 就要达成一个 经济炭中和的承诺 还有2030年前 要达成一个炭达峰 这一样东西 所以其实可能 都会助长一些 投资者情绪 那真的要想想 个别 一些行业方面 可能有一些直播的机会 如果这个测试给大家看到 就是以香港 中国 新加坡为首 股票市场 比如在第二季 就处于在区内 一些中油位置 不知道接下来 是否真的有法力追 不过如果 譬如Joyne 你叫我 天天在看着宏观数据 央行政策 负债率 高不高 等等 还有一些行业监管 我觉得很头痕 如果我要追踪 一些 比如在区内 一些市场的机遇 有时候我就会懶点 我直接就是买 交易所卖米基金 就是ETF Joyne 你的ETF这边 你是专家 你会知道很多不同的资金流 其实最近 比较更新的一些 资金管理规模 会不会也是随着 现在的不同的题材 追逐比较难选之下 其实是更加多人去捕捉 其实是这样的 先讲一些数据 其实是根据 ETF GI的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6月底 全球的ETF和ETP 已经是高达9.4万亿的美金 是的 单单只看今年头6个月 资金流来说 已经是有6600亿的美金 所以你会看到 ETF和ETP 在全球受欢迎的程度 已经不断地升温 而回到香港 截至今年的6月底 我们在香港上市的ETP 大约的资产 是4150亿港币 而是单单 这个平均的成交 每日的成交额来看 是54亿港币 其实可能 Rabby你也留意到 很多人都会 比较买一些香港ETF的 都是一些追踪大的指数 比如恒生指数 例如A50 CSI300 甚至乎一些新经济 科技等的ETF 不同的主题的ETF 是的 其实截至6月底 我们香港有 大约120多架ETF 在香港上市 除了刚才我说的 一些比较大指数 或者比较新兴主题的ETF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 追踪实物黄金 一些亚洲的债券 和大中华指数的ETF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我没有更新的数据 不过我只是看到 第一季 例如有些网站披露 其实一些主题ETF 只是第一季资金流入 我当时见到 一百五十亿 已经超越了 之前那年的全年的规模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主题的操作方面 大家也可以留意 多一点ETF 带给大家的机会 我刚才说 第一件事 就是可以 配合到我觉得 很难 不想想那么多 可以做这种产品 第二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成本相对低 你知道8月开始 香港买卖股票 有些印花上 是的 多了三个 买ETF 多了一个理由 也可以说服自己去做 好像比较划算 其实可以说一说 ETF的优点 我分四个方面去说 第一个就是分散投资风险 其实你买一只ETF 是等于买一蓝指的股票 或者一蓝指的债券 就视乎它追踪什么指数 而你譬如说 以一只 大家都很耳熟能长的 盈富基金为例 其实这一只 是在追踪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里面 现在目前 大约有60只成分股 这60只成分股里面 其实牵涉的股票 已经种类 已经是有不同的行业 是的 譬如说大家都知道 一些金融业 一些科技业 一些地产股等等 这些其实已经是不同的行业 的东西 所以大家如果买一只ETF 就等于买一蓝指的股票 而这一蓝指的股票 就不特定于在一个行业里面 可以分散大家的投资风险 可能这个sector 跌了的 对 没错 可以等回云 而另外一个第二个优点 就是说交易比较方便 其实在ETF的世界 跟股票买卖一样 只要你有个户口 股票户口 在交易时段 香港9点半到4点 除了午餐时间 一个小时之外 都可以自由买卖的 而费用来说相对地 都是比较低 现在是第三个优点 因为其实传统来说 你看回ETF 跟基金来说 譬如管理费 或者那个TR 都会比基金低一点 是的 第四 而透明度相对地比较高 因为其实ETF 跟基金有点不同 ETF每一个香港的发行商 都要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弃露上去 弃露上去 譬如说盈济基金 里面买60只股票 是哪60只呢 而例如 这60只里面 那些分布率是多少呢 这些都要披露出来 还有有一件事 可能大家都要考虑的 有一个叫 即日预计资产正值 I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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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个就是说 在开市的时段 每15秒就会跳动 所以投资者 其实可以就是说 看回 哦 那一只ETF的INF是多少 跟着 玩亡报价机 BITAS是多少 有时买底座 这些我不敢说了 划算是否划算 只不过是 你就可以衡量 有没有一个 Premium或Discount 的时候出现 那这些就是一些 透明度比较高的东西 是 那最后先爆一爆 那刚才你有说 因为可能现在 买股票 就收额外了 多少少少的引发税 0.13% 两边都要收 是的 但是就 在ETF的世界里面 是没有引发税 是的 那我就很流行 买ETF之前 都一定会上去网页 所有的资料 然后才买 特别是 买下手买之前 真的像Joyne所说 就是看一看NLV 其实是在做什么 你知道市场价格 其实是一个划算不划算 又或者是一个Premium 还是一个Discount 今天其实我们在说 一些大中华主题的题材 刚才Joyne就说 既然成熟市场的国家 可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 那个空间不够 一些大中华市场这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捕捉这个机遇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ETF 我们可以做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看 这一只 就是追踪这个富时指数的3073 就是一个大中华的ETF 我都立刻马上看了 咦 那个中国和香港的比例 是相对较多 很中之股的感觉 因为大中华 是的 其实这一只ETF 我们可以收集回来说 说一点中国 其实刚才也有略略说过 其实中国现在的政策 都是在守着的 对一些 譬如说龙头企业的监管 都是比较上持续推进 其实呢 又反过来想 其实这些可能是中国 为提高增长一些 质素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有些阵痛 是的 而大家都知道 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 计美国之后的经济体系 而它的股票和债券市场 也是全世界第二大 固然之 它在亚洲来说 也是最大和最主要的股票市场 所以 投资者可能以一些不同的方式 资产配置 一些 asset allocation 的方法去买一些不同地区的东西 可以拥有一些多元化的股票 债券的投资组合 反映整个金融世界 全世界的金融 而另外 相信大家都听过 一些大型的指数 都落属 纷纷地把一些A股 纳入它的指数 比如说 MSCI在2018年 亦都将A股 分阶段 纳入它的指数 另外 富士 亦都将A股 加入指数 所以大家都知道 当一些股票 或者是A股 中国为例 纳入了这些指数 那便令一些环球投资者 更加涉足到中国这个市场 和另一方面 更加公运地反映到 中国这个市场 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所以 以上 就是我们觉得 是对中国 比如香港这些 的comments 而另外 其实相对来说 中国 和美国的股票相比 股票的价值 都是一些长期的平均水平来说 都是比较低的 是啊 就是低于10年平均 是啊 而它 中国股市和其他世界市场 的相关性 其实 都最近 尤其是市都是不断下降 也都意味着 中国的股票 可能会提供一些 多元化的投资 所以可能 它的优势在 大家可以值得去考虑一下 这个市场 是啊 比如说 中国市场最近 大家都是怕一些政策 监管的风险 不过 Joanne所说 大家有时候有危有机 大家就是看看 这个行业整顿 究竟去到一个什么阶段 而那个估值 究竟去到一个 心目中 是否 慢慢可以分阶段 去吸纳的一个阶段 如果是的话 其实 这个ETF大家可以考虑 如果 我们再细分去看 其实 我当然要知道 你的ETF 虽然在买市场 我明白 你买什么行业 其实大家都需要明白 对吗 里面 有些高危 然后 介绍给我 科技股 其实高据是33% 不过 也有一些 一些比较长期的 政策拥护的股份 包括一些消费品 是 其实金融领域 其实最近也算是做得好一点 例如 你的外围 个别有一些 色差阔阔的 一些憧憬 是吧 一些美债息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 加败退市 加息 而抽上去 其实 你又会怎么看 这个风险与机会 其实 看回这个分布来说 是的 科技 金融 和生活消费品 是三大主要的行业 其实加起上来 其实也超过了 差不多60%左右 是的 其实你会留意到 我们也是 比较追多一些 这三个sector 在这11个行业分布里面 刚才回来了 科技 科技是最大的 但是呢 我们其实现在 在做这个节目 观众都收睇了 都是要传来科技 那些新经济的东西 一些科技的东西 可能纵使这一段时间 可能有些回落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和我们身边 是很有紧密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一些新经济科技的东西 始终可能都会是 未来大趋势的方向 嗯嗯 始终都可能要买回 不过看看去到 调整到一个什么水平 再计算吧 不过呢 你说科技 又或者其他 比如一些生活消费品等等 其实一些 比如不同大家看的 股票估值 都有不停程度的升跌 比如科技股 可能因为一些政策监管的问题 比如3月以来 开始有少少的Deray 比如说金融领域 和一些消费品领域 其实很多大行 都不停在升级 他们的盈利预测 所以可能 不需要太担心 某别个别的行业的调整 其他其实都可以 可以捕捉到的风险 是的 其实这也是 引证分散投资风险 嗯 那国别股份方面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 我就没有那么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明白了 比如你看画面上面 大家很熟悉的股份 我们在香港上市 比如P股 就是一些境外注册 香港上市的股份 里面有一只最大持股的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只 就是晶片龙头股 我不停 这半年间做节目 是超级多人 原来超级多人问的 最近公布完业绩之后 更加宣布 可能是将会 旗下的晶片加价 10-15% 有些大行 将目标价上调到 差不多1,000元 就是在新台币那边 最近股价 之前一直都做回一些上来 我想在晶片行业 涉猎到的ETF 其实是香港要选择的 都不是真的那么多 晶片行业 其实你可以这样看 因为这个 其实都是一个科技的领域 的股票 其实从头十大来看 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除了ATM之外 其实我们都有其他科技 比如说 你看到的 在十大持股的台积电 联合科技等等 都是 而除了科技的版块之外 在这里看到 优邦 香港交易所 这些都是金融 还有建行 都是金融这一方面 中国平安 还有都是金融方面 可能藉着一些 国策方面的扶持 譬如你晶片领域来说 除了现在说全球的晶片短缺 之外 最新的国际半导体协会 都说未来半年 其实全球的晶片 依然短缺 可能有机会做一个提价 很多大行 其实也上调过毛利率 如果我说 譬如ETF 刚才我说其中一种 划算的方法 首先你买 可以分散到风险 因为不同的东西都有 另外第二 我便觉得 划算很多 如果我全部这些股份 我要买完的话 都需要 不知我的多少身家 我计算过 譬如买一个台积电 大概心理关口 上过600元为例 一手台积电 其实现在说 台币是60万 即是15万港元 所以用ETF 就容易入场很多 这个大家也可以 考虑下的一个因素 不过说到这里 我想大家都会比较关注 就是究竟LAM 基金一向以来的表现 是怎样加 又有些惊喜 原来摆墙的话 都可以 其实是一倍以上的回报 是呀 其实你看回这幅图 我们先说近一点 年初至今 其实也是大约 我们的回报 是07.8% 指数 富士大中华 是8.1% 拉长一点 来看 静立至今 其实增长有三位数字 这个3073的ETF 是134%左右 而富士指数 是147%左右 这个摆墙 不需要短线 即是出出入入 其实都会有一个 挺不错的回报 如果大家想再看长一点的话 其实2016至2020年 其实这一只 都是一些高双位数的回报 2018我们不计 因为环球股灾 美股也跌十几% 是不是 区内也不算跌得多了 我觉得 这个图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过我想更加多人想知道 其实这一只ETF 更加多的一些内容 包括他们很醒目的 会问那些管理费贵不贵 最终不差 高不高价 明白 我们这一只3月73的ETF 截至到8月27日 AOM大约14亿港币左右 而这个经常性开支的比率 就是all in 每年就是0.48% 如果大家真的要买这一只ETF的时候 我们这只ETF 200股一手 如果以大约52.5 一股的价钱来计算 arround10500元 就会有一手的了 可能大家也会问 有没有派息 是的 我也很正常问 这一只每年就是派息 其实是半年派一次的 但是当然 这些是由基因经理去决定的 派不派息 而可以给大家一个记录 指数的股息率 大约是2厘左右 2厘左右 可能大家也会问多一件事 就是你们说了这么久 到底这一只ETF 有多少只股票在里面 截至到7月底 是有962只股票在里面 而追踪五叉 如果要截至7月底 一年来说 是0.8%左右 0.8%左右 也要记住 你们有时会听到一些 不经常性开支比率 而不是很高 不过其实随着基金规模 越来越大 其实相关开支比率 也会越来越低 所以大家要追踪着 又或者学我们 或者多点上网页参考 做多点功课 好了 今天用了大概20分钟 多谢Joanne 和我们分享了 这一只ETF的机遇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的朋友 今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下次再谈好吗 谢谢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 拜拜 多谢 其实买卖ETF 就很简单 只要有一个证券户口 就可以在香港的交易时段 自由买卖 如果你本金不多 也觉得自己承受不了太大的风险 可能ETF对你来说 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因为ETF是追踪特定的指数 你只要简定 你想追哪一条指数 比如说恒生指数 S&P500 或者富士大中华指数 等等的方向 而ETF 用了一蓝指的股票 相对的风险是比较分散和低 另外 ETF费用比较低 而且是不收印花税的 顺带一提 想收息的朋友 ETF会代收股息 如果有的话 再定期派发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